一百多年前,中名奇蒙思想家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曾经预言,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一百多年后,伴随着全球范围内,中国热、汉语热持续升温, 一支由八零后青年组成的中国文化精气兵,奋勇丹钢走出国门。 他们有的刚刚大学毕业,有的从未离开父母怀抱, 然而他们朝期蓬勃,青春无悔, 将志愿者精神中的贱人、奉献与教师品格中的敬业责任可而为一, 将中华优秀文化和海外先进教学经验结合在一起。 远在异国他乡,他们不仅认真教授外国人汉语, 更用青春的热情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被誉为增进中外友谊的民间大事, 展现当代中国形象、国的名片和最可爱的中国人。 他们就是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 2009年11月15日, 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邓肯小镇上, 面对镜头,南西朗诵了为志愿者吴小燕做的事。 很高时的看中央师太妈妈。 哎,马上看,马上看。 南西市中聪明的中国女教师吴小燕正在课堂上中文课。 她在美国任教的三年,是她一生最难忘的日子。 2007年的春天,吴小燕第一次出国, 作为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 到美国俄克拉荷马州邓肯镇的学校叫诸文。 美国与她的想象完全不同。 不一样,太不一样了。 我想象中美国就是高楼大厦, 然后是离北京上海还要返华。 不能说荒凉吧, 但是就是人非常少, 然后路上也只能看到车,看到行人。 小燕的接待家庭非常热情, 男主人凯德在法国上大学时, 曾在积代家庭住过。 她非常想帮助来自中国的志愿者。 我们在家里面的两年过去, 我们在家里面的中国和国家里面。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经济。 我们在这次的机会。 我们在这次见到她, 她立刻赢了我们的心。 我们在这次见到她。 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经过一天的转机, 小燕到家时又累又喝了。 但家里只有生的蔬菜。 小燕饿着肚子睡觉了。 我的这个host mom, 然后她说, 我们培训的时候, 那个孔子学院的人告诉我们, 你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蔬菜, 不喜欢吃肉。 然后我就买了很多的蔬菜。 她买了那种礼盒状的蔬菜, 有各种各样的。 沟通中产生了误会, 小燕一直吃不好。 但中国人的含蓄是她没有说出来的。 好在南西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为了让小燕吃好吃饱, 她和泰德经常去中餐馆, 被小燕买吃的。 她们有不同的, 但我认为我们没有太多震惊。 我们学习了很多。 我们很专闻在学习中国文化的文化。 我认为中国文化的文化, 小燕突然生病了 高烧不退 却查不出病因 男子就对我非常好 她就给我洗衣服 因为她不做饭 都是买从仓馆的 这个食物回来给我吃 然后她还买了那个电话卡 可以打电话回家 在我发烧的时候 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 也是报喜不报忧的 没有感受 太太和Nancy呢 和我父母的年龄是一样的 是同一年的 因为他们对我就像这个 真的像美国的爸爸妈妈一样对待我 在中国北京 国家汉班知道了小燕的病情 四方联络 希望为小燕提供最好的意义